好 我們現在地域難只有18秒 好 地域難 一個指令全部的人就地避難 防災室培訓 課程精實 並要求觀念正確 近600人共同參與 從居家安全到跨部門應變 對象擴及社區里名和警易霄 慈濟北區急難救助隊 全隊超過三分之一的人 一起精進學習 我們清楚他們在做的事情都知道 我們就知道那一個case 那個災害發生的時候 該疏散就是要疏散 像急救的部分是什麼 大概我們都有成語訓練過 我們都有排日期在訓練 有多這個證照 我們有多這些知識 更應該知道說 哪些考量的範圍會比較廣 天災意外頻傳 防災室成為社區防災的骨幹 不僅可以自助 也可以助人 透過防災室的一個訓練考證 我們目的就是希望 在社區協助我們的防災社區 還有任性社區的一個宣導 還有發展 公司的一個搭配 建立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在我們災害現場 能夠發揮最大最大的一個能量 有防災室的資格 在未來也許政府的政策 災難發生的時候 可能都需要有經過培訓以及認證的 才能夠接近到災難的現場 準備便當熱誠接待 動員近120位慈激志工協助 市府團隊特別表達感謝 未來近司堂可望成為緊急避難場地 與各社區的防災室相互合作 共同守護民眾安全 帶新聞黃宇薛徐英豪台北報導